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真是冤家路线 严大人派兵加强守卫皇帝 辛苦一番 不但没得到好处 反立刻被降了职 也难怪大人怨气那么重 来人 拿棍子来 是 杨大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没什么 不过风云将起 我特地来问问旧友 队伍站得可对 你想说什么 严大人是卫皇的人 自然明白我在说什么 大人认为线下杜相爷对卫皇还像从前那样 这只老狐狸 说不定哪一天把小皇帝给反了也非可知 杨大人 你已经没了朝廷奉务 一切不一 怎么敢满口胡柴 污蔑朝廷重臣 殿帅若是不信 不妨将护卫工位的将士多派上几个 说不定还能捞到个保驾大功哟 杨大人聪明决定 这次送上门 怕是有备而来吧 可我 要怎么信你 严大人也是聪明人 我这有封信想给你看看 反正我也逃不掉 殿帅何不现趁机看个究竟 看我说的对不对 再来追查我的过错 给他松绑 是 大人请看 这 这是如果属实 那实在是今天动地的大秘密 大人在官场中打混那么多年 才得到殿前都指挥室这个位置 这可并不意味着大人的仕途已经到达顶点 铁下摆在大人面前的 显然是个更好 更大的机会 你现在的身份 能做什么 这是从力部发来的一封信 这是 刑部侍郎周子才和通识伟寒初 向万岁历见杨如钦重新出山的信函 你要再度出事 输朝作官 正是如此 好了 今日就严禁于此 在下先行告辞 那封信 还请大人仔细琢磨琢磨 人的一生 这么大的机会 可不多见呢 皇上驾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快快请起 臣有幸不如使命 朕等这天 等得好苦 如今终于能接魏王带黑衣旅凯旋归来 实在欣喜 天朝威严 如今又得大阵 实在是重将时的功劳 来人 将斗篷城上 万岁 这斗篷是宫中之葬 特为魏王赶制 虚致了多日 只待魏王得胜归来之时披上 谢万岁 传阵口语 夜晚百夕华安寺 以赫此战大劫 各将士定当论功行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岁 万岁 如此良辰 君臣同乐之时 老臣以为 可请出废地 与百官一同畅饮 以显陛下款后待人之德 这 陛下 此举不妥 请陛下三思 魏王说不妥 却不说出不妥之处 让万岁 怎么散死 万岁聪慧 为人仁厚 自然有他自己的处事道理 不必如此 此人在宫外 诸多不便 命人送些韭菜去吧 万岁英明 等葩坂 你特别一 겁 所以 你会 叫啊 什么 不聞 好像 二人 我 不izophren 大会后 手寒高烧 都过了半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治好 黄公公 朕病倒这半月 狐狸管理朝中之事 替朕拟道指 让魏王再行代理朝政 万岁请三思 辞职一出 朝中大臣怕多有不服啊 朕都病成这样了 难道还得每天上朝礼政不成 万岁 魏王过去虽反了废地 但据宫中大臣反应 魏王多次到靖华宫 看望废地 若万岁让魏王代理朝政之事 恐怕 魏王既然立我 又怎会反朕 可是 魏王实在行为古怪 他大权在握 又与废地 频繁来往 只怕 对万岁 总是不利 老奴 实在是担心呢 魏王反了萧定 才有今日 又怎会与他再度勾结 他不怕天下人笑的是反复小人 朕觉得是不会的 你想的太多了 拿笔墨来 朕要拟址 好啊 独孤将军 连万岁口御也敢挡 到底是魏王的人呢 我不过是求公公将万岁手遇纳了 否则空口无凭 谁知道真假 在下皇命在身 为万全境 指振的圣旨 好个嚣张的小将 圣旨在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上有旨 宫中昨天抓到一名欺账 身上搜出些东西 要请这里头的人走一趟 事情不论真假 这都是条赌计啊 连圣旨都下了 对方非要将萧鼎置于死地不可 母后人会是谁 独孤行皆旨 臣领旨 我要去见陛下 万岁 萧鼎 这案子太大 应该就有刑部 御史台 大理寺三逃会审 而不是把万岁的包兄弟 扣在内府司堂 传出去 让天下人笑话 魏王说的 内府只是地点 真正主审的 还是万岁 宫门外的铁杯 是本朝太阻力下的 上面写的是 内室不得干政 为者斩 黄公公 还不退下去 是 是 奴才告退 奴才告退 请陛下三思 黄公公已经审过那七将 那将人身上 有皇兄求救所写的纸条 人证物证俱在 只差定案 魏王 魏王要这三思什么 万岁 本来是想怎么做 审明之后 若是皇兄真的有罪 朕也护不了他 那将人是怎么进宫 引他进来的是谁 同谋是谁 接应是谁 幕后主使者是谁 这些 陛下都打算不管了 这些 这些黄公公 自然会认个清楚 内奸如何能成事 何况是这样涉及 皇室血亲的大案 万岁如此潦草 只怕 难凭天下悠悠之口 废帝之所以被废 难道不是在对待 自己亲人上 少了一个人字吗 万岁如此 几乎是在布他的后尘 魏王这样护着废帝 有人道 是有异心 陈心可表 万岁若疑心 请收下陈的兵权 小定哪怕已经 贬为庶人 可到底 曾是一任帝王啊 哪里能提出去审 传出去 也是笑柄 这案子 就此结了吧 往后老魏王 看管的解写 已决此患 万岁英明 朕一直想问 萧定有什么好 臣 臣不知万岁所致 你一再去探视他 是什么意思 你当年与他 他分明说他强迫你 为什么你倒似乎是甘之如頤 陛下 魏王 魏王是头痛正法做吗 是臣 有事捡点 魏王 朕不是要指责你 可是他逼你成这样 有什么好 臣 罪该万死 不 朕从没想过要你死 臣为愿一生 得奉君王 以成罢业 臣哪里不如他 万岁人 一生他两多 当年萧定身为帝王 羞辱小臣 已不以为然 最后 终于被臣逆了 君臣之道 臣如今还提及 一个中字 无疑是自取其辱 可万岁用人为贤 英明睿智 臣惶恐不已 唯有干脑徒弟 以报知欲振 臣只希望 辅佐万岁成就一代英明 若能如此 死也瞑目了 我不要这些 我要的不是这些 太医 臣与皇兄 当初的病症 果然相同 啊 其病万岁 当初肺地低热 万岁是高烧 同有体热不退 药食无效的特点 总体而言 其症有所不同 可也有相似 老臣看来 病因可能同出一脉 也可能 知道了 知道了 朕都知道了 万岁 万岁此证 确实跟魏王 给非帝下毒症状相似 纵然是毒 也不能断定 救出魏王所为 这个自然 太医先退下吧 是 相爷 万岁 臣 告退 万岁 臣有本要奏 左相大人 明日朝上奏吧 臣参的是魏王 你 择要紧的奖吧 魏王拥兵自重 笼络人心 对万岁多犯冒犯 臣则明在宫中便是如此 在宫外更是放肆 忠察人入宫拜万岁 出宫拜魏王 以成惯例 长久如此 天下当只知魏王 不知万岁 万岁 如今的局面 尚有回旋余地 可若再这么拖江下去 将无法可知魏王 皆是危急的 终将是陛下 请万岁三思啊 朕今天累了 明日再宣渡的人吧 伟寒爵前来拜别亲岁 公子突然说这种话 莫非是我怠慢了公子 千舍一直很客气 小人家中虽不是富豪 可到底是官宦人家 哪里需要魏王再给盘缠 这是之前万岁赐下的 给军中犒赏用的 伟公子曾为军效力 取之何情何理 我有一言 不知道魏王千岁 听不听得近 公子请说 千岁如今 已经是万人之上 可以说是风光一时 魏即人臣 可世间从来是花五百日红 不知道魏王日后 是什么打算 我希望有生之年 能辅索万岁成就一番事业 轻始留名 那千岁是不打算进 也不打算退了 请恕小人之言 千岁若是为将守官 那必定毫无疑问 能步步高升 终有一天 能光宗耀祖 可如今 千岁已经为将为王 可以说是 已即巅峰 还能往何处去呢 既不能进 便该早退 他说的是我该退 还是魏王该退 或者 两者皆有 官场之中 暗流不断 漩涡重重 千岁你想维持现状 只会比迎难而上 更艰难无数倍 我严禁于此 望千岁多想想 这便是万岁调 浦汉重为殿帅的 真正拥义所在了 表面我还是兵权再少 但宫院已经不是 势力范围 除了净华宫 宫中禁卫 已经全是浦汉的人 真正致命的 原来是后头这一波 那些赏赐 果然全是用来花人心 祸人眼的而已 万岁 臣头痛之症近日频发 庶民院事务繁忙 臣自存已经不堪重任 早该避让闲路 请万岁收回三雅兵权 臣欲救死致事 望陛下恩准 魏王现在提出致事 似乎不妥 先退下吧 谢万岁 臣告退 请禁华宫中之人 敬华宫中之人 臣将亲手除之 正 正 是 贵皇千岁 敬华宫中之人 总找岁 你问这么多 做什么 按他这样说 殿杰寺很可能不再归陈泽民管辖 不然外面的混乱 独国航国会控制不了 他可是陈泽民的亲戏 朝中也许有了些变故 这几道都是陛下当年在臣府夸过的菜式 因为得金口圣子 那厨子后来名声大振 自立文户开了酒楼 如今已经名满京都 果然是不错的 陛下如今似乎过得很安逸了 我与陛下君臣一场 饮了这杯 就终于可以尽了 君臣一场 你也记得这个 你曾经是我的主上 不过如此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万岁已经收回三军兵权 我正上书请求治世 虽然已经被驳回 可我会继续请求 也许再过段日子 我与陛下 便可以永不相见了 你疯了 这外头的消息 没人和陛下说吧 不如饮了这杯 再让围臣的详细说过 你说 眼下我手握的兵权 确实虚的 殿前司 由万岁调派的普寒管辖 现下 我只能退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只是 陈泽民 当年我若是长成 其他的样子 会和现在 有什么不同呢 那创似坏的厉害 已经搭不上了 明日叫独孤派人修修吧 杨如卿 叩见万岁 杨爱卿请起 此刻朝中 正缺爱卿者的人才 众大臣 朕任命杨爱卿 为证三品尚书 主事礼仪祭祥 谢万岁 万岁圣明 边疆可以回报 回万岁 朕边的卢江片与匈奴对阵 莫军不敌 扶舟已被拿下 什么 万岁 臣以为 黑衣旅 应尽快出兵迎战 杜丞相 难道要让朕 恢复魏王的官职 放虎容易 富虎难啊 如今万岁 还能与魏王 毫无芥蒂的相处吗 那 那朕如何是好啊 总之杜丞相 需得想个主意出来 否则 就你上战场 臣愿意为国敬忠 可战场不是游戏之地 多一个都金丹送死 并不能左右占据 否则 臣死上一百次 也是乐意甘心的 微臣倒是有个良策 必能大朕士气 马道攻城 可不知道啊 万岁你能不能听 敢不敢做 爱卿快说 请万岁御驾亲征 以朕军心 必定能退强敌 要朕亲自出征 魏王已告志士 今日更是旧病复发 陛下不应当 再依赖黑衣旅的势力 当时兵权在握 鼓舞大军迎战凶奴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命国杖肖攀云为殿帅 同管殿前司 命杜晋丹任监国 处理朝政 命武汉为帅 江中阵为先锋 金兵五十万 出发 皇帝赵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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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病了 上次喝酒之后 就伤疯了 总是体罚无力 你叫太医来看看吧 也不是什么奇特的症状 这韭菜都冷了 叫人热着吧 毒酒 毒酒 也有必要热吗 说的也是 魏王以为杀了我就能自保了 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或许吧 那么 你下毒 其实想和我一起死 来个君贤沉重 生死相随 你想的太多了 我原本 也没大分要瞒你 这酒中下的毒 叫三毒煤 是种寒毒 连福三计 神仙在世也救不了 这是第二次 你何必用这么麻烦的方式杀我 你是一国之君 该死得体面些 不能见血 白灵 本来是很好的选择 可太痛苦 我不忍心啊 你 这三计毒下去 世人都会以为你是无疾而终 而且死的过程全无痛苦 是不是 非常适合陛下的身份 陈泽民 你早该说清楚你是在报私仇 像你这样头脑发热不过好果的愚人 远不该浪费我这么多的口舌 时候不早了 陛下 还是饮了这杯酒吧 陛下还是乖乖地坐下来 我不想用回 你难道没有用过武力 这个时候 何必假惺惺的客气 我说过的 我不想用 陈泽民 喝下去 喝 喝 全部喝完 陈泽民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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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吗 真不瞧你旧疾发作了 我问你 这是什么药 解药呢 我真不明白 难道你被内侍们绞死会比现在好 或者你更喜欢宫里的正久 你在挣扎什么 笑点 陈泽民 没用的 解药你找不到 你只会死得悄无声息 将来使官们只会说废地消定淹没于公围 不知所踪 陈泽民 萧锦杀我 就该多拍些人 怎么可能三番四次的总是让魏王亲自出马 你恨我到这一步 你可背负罪名 也要亲手杀我 我当然恨你 你毁了我多少东西 你觉得 我不该恨你吗 这个已经无关紧要了 紧要呢 紧要呢 如今朝堂之上 杜金但全是冲天 万岁远在江场 等他建功立业 班师回朝 更急身亡 从此更上了一个台阶 谁还会在乎 净华宫里 有个可有可无的废地 你以为你逃得过吗 有谁会护你 谁又能护住你 你真傻 为什么不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 带着帝王的尊严 暗暗奋奋地去死呢 陈泽民 你已经疯了 我不跟你说 我不能把自己 我不能把自己的人生 交到一个疯子手上 挺直认直 那就没办法了 三度梅没有解药 看来 你不得不陪我疯到底 我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人生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 如意的事情 你这个疯子给我闭嘴 你要陪我一起死吗 陈泽民 你害了我 你害了我 难道你不陪我吗 你不陪我吗 饿毯 拼 报 匈奴 匈奴又贤王声称 天朝皇帝与乱军中备 匈奴军俘虏 如今身在敌营 请天朝 拿钱粮牛羊来赎 万岁竟然 竟然 匈奴军已将宣华臣 团团围住 以天朝皇帝的名义 要求罗将军开城门 投降 罗将军要求朝廷 尽快回忆 我天朝 竟束手无策 任人宰割吗 还有万岁清理的 想 想表 坚固大人 匈奴人 竟如此奸诈放肆 想必陛下 正身陷炼狱之中啊 朝中大臣 可又愿意做义和使臣的大人 万万不可 新部侍郎 周子才请揍 周大人请说 这样的条件 莫说是不能答应 就是答应了 那些金银 一时间如何愁得出来 重镇一旦归了匈奴 以后他们说打便打 天朝无官可防 更无还手之力 这样的条件 不过是引咎之渴 明明知道对方狼子野心 又怎么能答应 周大人说得甚是啊 可万岁在匈奴人手中 一国无君 群龙无首啊 臣以为可以立靖王为帝 将陛下尊为太上皇 彻丑之事 迎刃而解 杨大人 你是要不顾万岁性命 匈奴人嗜血凶残 万岁落在他们手中 如此凶险之时 你居然弃之入臂袭 这可是为臣之道 不敢 只是君王一人之事 与祖宗设计比起来 显然还是祖宗设计比较重要 啊 召集朝中各重要大臣 今晚在殿中商议对策吧 卫王 卫王请留步 卫王脸色不太好啊 就正发作了而已 卫王太过操劳 其实凡事想太多 未必能做得圆满 要不 我送个方子 给卫王吧 多谢杨大人关心 我亲手训练的黑衣精气为主力的大军 怎么可能这样轻易变没了 浦汉和江阵中 都是打仗的猛将 何况 我的兵力可以一一敌五 怎么可能一击击溃 皇帝被俘 这到底是真是假 绿燕不是个拿军国大士开玩笑的人 王爷 你应该喝药了 今天杨如钦交给我的药方 这 这信的落款人是平涛 杜金蛋居然 居然 一直跟绿燕有联络 这信里 杜金蛋竟然称匈奴又先王为凶 杜金蛋大了绿燕十岁不止 居然自甘为敌 他的口吻 静尾中带着些熟络 似乎是往来已久 收信最后 请对方尽快将 萧锦的降书逼出来 以谋大忌 什么大忌 他还提及了 我被萧锦冷落的原因 与情字有关 这些都是外人不知道的 只是几个重臣和近视晓得 若说笔记还可以临摹 那这些工尾近视又是如何捏造的呢 错了吗 我 错了吗 小航 我今晚拖地带着韭菜来给你赔罪的 你 小航 我们结拜吧 我年长做哥哥 你年纪小 做弟弟 你喝太多了 你 你不信 你 你做什么 来 过来 我们对天起誓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与独孤行 今日 约为兄弟 纵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我与杨大哥 今日约为兄弟 纵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是疯了吗 可 可怎么又觉得有点心心 好像心里又踏实 杨大哥 小心 小航 杨如今 这就是你做大哥的样子 有时候大哥还真是会这么做呢 杨如今 是玩笑 真是玩笑 来 玉修向你亲嘴 你到底 你有说过多少句证吗 差点睡过头了 帮我拿到了吗 没有 将军的院子没人 敲不开 那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回去取了遍回来 是 牙牌怎么不见了 昨天还带着的 没有令牌 去不了进华宫啊 难道是杨如卿捡去了 可他捡着干嘛呀 那牌子若真丢失了 可怎么办 回风间烛火碎 因残烟几堆 小路温酒一杯 你与我共饮碎 你与我共饮碎 莫数几卷往事如水 说一句无悔 说一句无悔 他曾指一念 有事为谁 你与我共饮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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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 江山 回忆被烟花放开 多少恨爱 却终时 不会走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